字幕志愿者 由演員身份跳回做歌手身份 顏卓玲做了幾個月歌手 覺得怎樣? 覺得做一個歌手真的不容易 自己有很多進步空間 為什麼自己當初做演員都有原因 因為覺得唱歌是一門很專業的專業 而我是完全不熟悉的 反觀演戲我是中學開始有做舞台劇 幾乎是每年都有做 所以就熟悉很多 信心大一點 是啊 我現在唱Live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在後台狂喊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那些同事從一開始 不用緊張 怕什麼 都好像演戲一樣都是這樣 不斷喊 好緊張啊!好緊張啊! 然後他們開始就不理我了 那樣都明知道是發洩的 是啊!還有必定的 就是必定會緊張 那我出場可能還是會手震 但是就慢慢多些Live的機會 就開始很享受 還有就算真的有緊張 就live with緊張去上台演出 這個狀況是由第幾次的演出之後 開始慢慢叫做適應呢? 現在開始 我想前幾天好像是我第四次 第四次唱Live 那一次算是第一次唱樂女這首歌 那都緊張 因為可能大家又未聽得很熟悉這首歌 那也是第一次唱歌 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就是閃光就熟悉一些 但是唱了出來 我又覺得 就是首先我唱的時候 又擺到感情 好像演了一套很短的劇 一幕這樣 是啊! 那都感覺到自己是享受 所以都 就是想起自己當初為什麼 都想嘗試唱歌 好口恢復更好嗎? 我仍如火花 來與去 能攝首